台中西区向上入这栋知名大楼 今天发生公安意外 大楼外包商的一名四十多岁水电工人 站在旅梯上 更换地下三楼机械停车厂上方灯管时触电 他有另外一名工作的伙伴是说 他们那时候在换灯管 然后一次是被电到 然后电到大概持续三四分钟 然后才被移开 那我们到场是他已经在地板上 已经被移到地板上了 消防局获报后 在线上教导现场工人 为他进行CPR跟电击 仍未恢复生命迹象 消防人员到场接手急救 并将他送台中医院 他到院时已无呼吸心跳 胸前有大片烧烫伤伤口 触电位置是在胸前心脏附近 伤势严重急救一小时后 人宣告不治 台中老检局前往现场了解 初步研判 水电工人换灯管时 没有按照规定作业 遭220伏特电压电击 厂商已违反直安法 先勒令停工 将处以3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拔还 东西本台中报导